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下跌的時候 這個成交量沒有放大 所以外資今天是肯定賣 可是可以判斷 它沒有賣超比我們想像中更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內資部分來講 賣壓並不是特別大 所以尾盤又拉了台積電上來 讓指數從最大跌點是246點 最後只有跌132點 當然台積電是貢獻很大 那這個盤式改變了沒有 整個趨勢改變了沒有 這個等一下會跟各位談 我們操作股票最重要是一個趨勢 不是基本面 因為基本面很好 每一檔股票基本面都很好 最好基本面的股票都不會漲 基本面沒賺錢的都會飆 所以你一直講基本面很好幹什麼 錢才最好的 沒有錢不會漲 我常常跟各位談到就是 你看到很多股票在飆 你也不曉得它做什麼 其實也不知道也不用做什麼 反正就飆就好了 你管它做什麼 對不對 它做什麼 就是做布袋系 管你做什麼 它從這邊就做布袋系了 不是現在才做 從以前股時候就一直做 會飆的原因是 一定要有滾量上來 滾動再滾動再滾動 當然這個股票是 這個股票當然是它有題材 我就講過它有題材 那要不要賺錢呢 不用賺錢 公司在飆怎麼要賺錢 會賺錢的公司不見得會飆 哪需要賺錢 那宏達店也不賺半線 哪就賺 有賺的都不會漲 很多賺的都不會漲 你說什麼 講那個東西幹什麼 所以很多人說 股票最終要反應基本面 對啊最終反應基本面 那問題是未來基本面誰知道 再過個一年半載你又知道 你又知道未來基本面 那如果基本面變不好呢 那不是就崩盤了嗎 未來基本面你知道 是因為你現在知道 現在的基本面你知道 但是對於未來的基本面 你不一定知道 我講一個最簡單就好了 有一家外資叫 我如果記得沒錯應該叫摩根大通 他最近不是對聯電降平等 其實降聯電平等的外資 也不是只有這一家 常常這樣子 就有人調升有人調降 對不對 他怎麼講呢 他說聯電 因為這邊之前就有一家外資說 聯電會跌到40塊什麼 反正這裡去年的時候就有 我就有印象 去年的時候就不用講 講最近就好 最近外資說聯電 這家外資怎麼講 他說聯電今年獲利大概 應該他寫4塊5還是4塊7我忘記了 那今年我們估出來他4塊5是沒有問題 因為第四季已經是 營收早就公佈了 那按照聯電的毛利 第四季會比36.75還高 那所以第四季的聯電 會賺的錢比這個還多 比這個還多 比1.41還多 所以這加上去的話 加上去的話 絕對是超過4塊半 那如果毛利更高的話 搞不好會接近5塊也不一定 這個是算這個沒有錯 它這家外資說明年的聯電 就是算它明年 今年是2022年 它講它明年2023年 聯電會跑到5塊多 它寫5塊8還5塊9 忘了 5塊8還5 我是估6塊 明年是估6塊 不是今年是 應該說今年 應該講今年 因為它是去年 去年是至少4塊半 多的話可以到4塊8 要看毛利 還有其他營業費用 還有看有沒有業外 這個我們不知道 毛利多少我們怎麼知道 但是又不是我們接的 那今年2022年 聯電會估出來是 這家外資是估5塊8到5塊9 那看起來好像成長 可是他說明年 明年 明年 就是2023年明年 聯電的報價 跟其他的 他講了很多的因素 所以認為明年 聯電會大衰退 明年會大衰退 不是今年大衰退 是明年會大衰退 那你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那他就降聯電的平等 好像有道理 這個叫做畫靶射件 畫靶射件你知道嗎 就是說預設立場 因為你今年都還不知道 怎麼知道明年 你怎麼知道後年 這個都是猜測 這叫預測 所以外資對於調升跟調降 叫做預測 你看外資都是叫預測 那不準的時候再修正 例如說摩根大通之前 對台積電來講 他就很批評 他說你投資台積電沒有用 六百塊以下五百六 說台積電不好 不好 結果台積電漲上來以後 他就把它升平等 以同一家公司兩三個月時間 做了兩次報告 因為他之前弄錯了吧 所以就把它改過來 所以你對這種外資的報告 你要習慣 就好像你想今天你買股票 也許經過一個禮拜以後 你想要賣股票 那你之間就會有衝突 因為你本來看好這家公司買的股票 可是一個禮拜一個月以後 或是禮拜他賣這張股票 你又找出另外一個理由出來 所以你自己的錢跟後也是衝突 這個沒有錯 操作股票是一個修正的過程 調整的過程 沒有錯 那我們都尊重 那真的是這樣嗎 那除非你就相信 我們對於任何人的一個言論 我們都尊重 都尊重任何一個人的專業 就好像也滿多人 一直每天都在 從85塊多每天在批評行運股 每天都在批評 每天都在酸行運股 有一些人也是固定的 固定就是一直說行運股很爛 從這邊就一直講他很爛 結果他很爛的公司長了七成 那到現在還是很爛 因為他永遠不會說他好 因為這邊講很爛 長起來要講更爛 不然的話這邊就打自己的臉了 因為這邊講很爛 沒有跌長起來 這邊當然要講更爛 不然的話就打臉了 就表示說自己認錯了 可是有些人又不認錯 明明就在漲就說他很爛 他不是爛的問題 他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之前在跌是技術面的問題 之前長榮陽明這些股票在跌 是技術面的問題 懂我意思嗎 所以長榮陽明 這我現在就是盡量 我就不太講 因為我就是告訴你 你就抱勞就好 就抱著了 我昨天不是也一直跟各位講 用這兩個股票來解釋嗎 你就不要賣了 要不要買的話 我沒有意見了 我們也不會買 我們就很多投資朋友來找我 都是套在兩三百塊的 或是更高 兩百多塊的 長榮陽明萬海就講 就講這一檔就好 講其他兩檔沒什麼意思 那你這邊套勞的人 我認為說這個反彈波還沒有結束 你就沒有必要賣 不是說你解套就賣 不是解套 因為有些如果你這邊買的 不是解套是大賺的 但是我也還是叫你 你賣這邊我也叫你不要賣 你買兩百多塊 我都是叫你不要賣 陽明也不要賣 那主要攻擊的力量 主要攻擊的股票 絕對不是看陽明萬海 絕對是看它 你看這支就可以了 全都不用看了 它如果蓋起來 這支如果蓋起來 陽明萬海 或其他行業股 會抵起來 但是它還是最厲害的 還是要以長榮為主 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是建議 因為這種股票 為什麼說我沒有建議你買 因為我們如果叫你買 或者是我叫會員 一直買這檔股票 我們就沒有錢去操作別的股票 我們就沒有錢 就全部壓在這裡 那也沒什麼意思 你了解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這種股票 不管你是套勞在長榮 陽明萬海都一樣 那如果長榮的技術面是最漂亮的 它是最漂亮的 它的月線扣底值 你看扣底值在這裡 也不是很高 它這邊盤整 就是準備要側動第三度 會已經北上前的準備 那老師他怎麼還沒有側動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還沒有側動 這不是說我叫他側動 他就側動 我不是叫他側動他就側動 他怎麼這麼痛我的話就好了 時間整理越久越好 爆發力越強 沒什麼不好 所以這種股票叫賺 漫錢 如果你要賺快錢 你錢也不可以買這個 你也不可以買聯電 你要去那個標股 漲停板跟他堆 你要有那個勇氣 我說真的 我今天在貼文也講到這樣的事情 我說 我今天講得很清楚 我說今天股票有9檔漲停板 那你有幾檔 一般的投股老師一定會說 他恭喜會員漲停板 他股票漲停板 那他買了幾檔 還是說是今天買的 今天買漲停板的 那昨天買漲停板的有沒有在講 昨天也有買漲停板的怎麼不講呢 昨天不是也買漲停板的 不是很大聲 不是去買276 不是很厲害的 今天我們都沒有在講 今天就換另外一批漲停板 每天都買漲停板 手頭的股票百多支都沒有處理 我這樣講 如果你買了股票你買了100檔 今天你的股票有一檔股票漲停板 那你其他99檔都是跌 你這樣叫你厲害嗎 你這樣是賠錢的 所以我常講說要當詐騙集團太簡單 要當投股老師很容易 我只要每天都去買漲停板 我就可以在這邊掛圈圈掛鈴鐺 然後每天都說我很厲害 可是跌了我就不講 我也不要管會員 我這樣做老師有什麼意義呢 那這樣跟詐騙集團有什麼兩樣 你不要以為我每天都喜歡在批評別人 我是講實話 我是要教育你 你們要參加投股老師 你一定要看清楚 你不一定要參加我的會員 但是我是告訴你 我是告訴你 天底下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如果一個投股老師每天都漲停板 他當投股老師幹嘛 那你買了1750檔股票 你當然就會要漲停板 今天就有9檔漲停板 你有幾檔 你今天有幾檔股票漲停板 如果你沒有9檔股票漲停板 表示你買的股票太傻 你沒有買到1750檔 投資本如果你手上今天沒有漲停板 也表示你的股票買太少 你沒有買100檔200檔 你買100檔200檔就會有漲停板 你信不信 這樣有意義嗎 今天跌下來大盤跌下來 早上跌了兩三百點 你如果手上握有100檔股票 你今天要賣哪一檔 你要先賣哪一檔 你不是就慌亂了嗎 這樣做股票有意義嗎 我常跟你講做股票少檔 不要做太多檔 三五檔很多了 不要急躁 我現在一直跟你講 連續講了兩天 聯電世界先進跟利己電 我的意思就是要告訴你 買這些股票 不然我不會講 老師可是它沒有漲 那你去買華碳好了 你要講漲的股票不太簡單 但是我通過老師 幫你補漲停板的 我這是什麼 我是做記者的嗎 做主播的嗎 我跟你說漲停板要做什麼 你自己看就有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家就不行了 請收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吸收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所以我跟各位講 創新高的股票 不一定是標股 但是標股一定創新高 我們的操作 我不會 我不會叫你不要去追 但是我不是 我是不希望你騙自己 每天去 去買漲停板 每天去買漲停板 然後賣掉沒有漲停板的股票 這樣沒有意義 但是我們不是說 叫你不能去買漲停板 或者是叫你不能去追高 不是這個意思 這看你的個性 如果你要買那些標股 一個特性就是你要敢買要敢賣 你對了以後抱老沒關係 錯了以後你要趕快跑 因為那個股票是賺快錢 但是如果你的個性不是這樣 那你聽我的話 你動作慢一點 尤其是現在目前的股票市場 漲得到18,600點 而且美國股市這樣子 開始都在整理 都沒有過新高 所以這要稍微 那沒有過新高 這一波上去 台北股市是由台積電過新高 我就跟你說過了 都台積電在漲 我昨天不是跟你講 都台積電在漲 漲台積電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美國股市沒有創新高 國際股票都沒有人創新高 只有我們創新高而已 你看這個OTC也不是今天才跌 它已經跌了三天了 你有沒有看 所以這個不準 因為這個是台積電上來的 這波起四百多點都台積電去的 你的股票沒中去 所以昨天台積電跌下來以後 有人不讓它跌人看 不讓指數跌 就趕快來拉鴻海 那鴻海也沒有關係 因為鴻海其實也是 真的是蠻委屈的 它都沒有漲過 一整年它都 每天都在跌 都沒有漲 跟大力光一樣 所以讓台積電來鴻海 來漲一下也很好 它是電指數用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們做股票是為了賺錢 我們也沒有在做指數 我們也沒有在做指數 就是期貨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說 如果你要賺錢 你不要太急 我們只要賺錢的目的 達到了就可以 那不一定要去賺快錢 賺快錢你要跟它拚 要去買漲停板的 如果你要買漲停板 你幹嘛參加投顧老師 旁邊上股票去1750檔股票 你看哪一檔股票 找停板你就去跟它買就好了 或者是快漲停你就追就好了 那你參加投顧老師幹什麼 你就買了以後明天看要漲停板還是跌停板 這樣大家也會想 這種怎麼就要分析股票呢 這不需要分析啊 現在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啊 現在很多股票都是漲這樣啊 都是一直跳一直亂 不要說亂漲就是一直漲啊 那你分析讓股票幹嘛 那你講基本面又講不出來 想要賺錢它又沒賺多少錢 甚至沒賺錢 但是這種股票就是這樣啊 主力在玩的啊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好好規規矩矩 賺錢你就聽我的話 我就跟你講說台積電 我現在不要講韓英股 韓英股你就報了 我已經講過了就不要再講了 我昨天一直講說台積電漲上來 外資買台積電賣聯電賣世界限定 這個叫套利 就有點類似 外資去買長榮 長榮航空去賣華航 或是買華航賣長榮航空 你要聽清楚 或者是去買友達賣群創 或是買了群創賣友達 外資跟投信都會這樣做 這你應該都要知道的工作 不能動這都不知道 但是你想想看 難道是買了長榮航去賣華航 就表示看好長榮航去看空華航嗎 不是 你明明就知道不是 他們是同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一個買一個賣呢 這個叫套利 你要學起來 就是兩檔都看好的意思 如果兩檔都不看好 全部都賣了啦 也不會有一檔他會買啦 這個叫套利 所以外資去買長台積電 去賣聯電 就是看好聯電 你會賣華 所以我要一直跟你講 就是說外資去買了馬斯基 去買賀伯羅特 國際航商嘛 他賣長榮陽明 他就是全部看好 這個叫套利 怎麼可能馬斯基 賀伯羅特再創新高 創意識新高 長榮陽明也沒有在賣 就要拿到那些 這個叫套利 他以後就會補回來了 套利行為結束 策略結束他就會補回來了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 你要買台積電比較好 還是聯電比較好 我沒有說台積電不好 我只是告訴你台積電已經 這一波已經帶上漲起來了 他漲到669 669的意思就是這邊的解套了啦 這裡買679的解套了啦 679到669沒有解套啊 人家套一整年了 中間也除了除息也四次了啊 每一季都除息兩塊多兩塊多 加起來十多塊啊 所以套在679的也解套了啊 當然人家當然賣啊 669加上10塊不是679了嗎 所以我不是說他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他上 他飆上去以後他會進入整理 今天最低點 開盤開638就是開在這裡啊 這邊最多就是我今天飛環台連線講過 最多就是回補缺口就進入整理 但是他已經不是重點 接下來外資一定會賣這檔股票了 因為他套利行為已經完成了 而且他把市值都拉了一兆多起來 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講的很清楚了嗎 已經教過你了啊 花不到500億結果拉了一兆多啊 那接下來外資會反手過來 因為他錢不看好啊 那可是外資還沒有買聯電耶 也還沒有買世界先進 還沒有買利基電耶 等一下買了 等到外資買的時候就在這裡了 他們現在的位置就在這裡了 現在聯電的位置 就是台積電這邊的位置 位置啦 你聽到沒有啦 等到它上來 等到聯電 等到聯電漲上來以後 我再跟你講沒意思了啦 那你就不如跟你講台積電 讓你來套牢就好了嘛 但是你現在買台積電好不好 不是不好 我說你不划算啊 不划算你聽嗎 人家錢給外資淘汰了 人家現在他拉了一兆多起來 人家他開始要倒了 他也不會倒很多啦 他是因為現在不之前盤整 他幹嘛倒很多 他就是可能想要買小賣這樣子玩 可是他的錢要抽出來 又會去買聯電 買世界先進買利基電 那可是你看到現在看到世紀 看到剛才我練到這三檔股票 二線的晶圓代工股 他們都在賣啊 啊對啊 就是他們在賣我才講啊 他們都在賣我會不知道 可是他以後會買啊 我沒有說今天會買 我只是說他以後會買回來 這三檔會買回來 這樣你會知道意思嗎 那我們是散戶 我們比他先買啊 那等到外資投信來買的時候 那我們不是大叫的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這個老師呢 可是這種東西又不會漲停板 漲這麼慢 我跟你說過了 你要賺快錢 你千萬不要買這個 你如果很急賺快錢 你要去對那個漲停板 你要去拚 拚那個漲停板的 明天如果跌停板 那一定會有事 就像你昨天去追那個化漢 今天沒有跌停板算不錯了 要去漲停板想不想呢 這很簡單的工作嘛 就像你看我一直在講那個長龍行 長龍 講了幾個月了 漲這麼慢 也才漲七成 可是 我有放棄哪一天沒跟你講嗎 我有哪一天沒有跟你講嗎 漲也漲 跌也漲 套牢也跟你講 連我會員當初套牢的時候 我都跟你講 套在什麼樣位置都跟你講 那現在我跟你講 聯電世界線的一機店 回測試買點 那你的感想又怎樣 老實力說這個股票也不會漲啊 對啦 我知道怎麼不會漲 以後會漲就好 你要做這些股票 我還是建議的 你不一定說一定要參加會員 你看我的節目對不對 我是希望你賺錢 但是我怎麼講 我們會員就會怎麼做 你的意思嗎 就好像是 我之前跟你講中美金 那你不離不棄嘛 我兩百空三塊買 我沒可能賣掉啦 你漲停跌停我都報勞啦 還有我跟你講 既然看好中美金 也絕對是看好環球經啦 今天是除息啦 今天環球經除息 這個絕對是看好 這個看好補漲 這種股票啊不然一千塊很便宜啦 真的很便宜啦 你看我看好這檔股票 一定看好這檔股票 就好像當初 在看好核經一樣嘛 是不是 進入整理嘛 那你看好中美金一定看好環球經嘛 這總之是這樣看的嘛 就像發哥之前也是這樣一樣啊 大家也都看不好啊 我說這零發哥 以他的實力來講 要超過一千塊太簡單了 那說八百幾塊大家也看賣 那現在聯發哥要不要賣 第一天也不快賣 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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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什麼啦 你把它賣了以後 到時候跑上去你買不回來怎麼辦 賺錢的股票不要賣 幹嘛賣 要賣賣一點點就好了 我是建議賺錢的股票不要賣 賠錢的股票才要賣啊 這樣你才有錢又去買新的啊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行業股先盤整後上漲 那既然台積電是看好 那絕對是二線的競運大公股也要看好 那這個時候剛好是低點 你要好好把握 加入好友Telegram193008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明天見 謝謝大家